好 盡頭回到臺灣 因為疫情而停辦兩屆的中華職棒明星賽 終於要回來了 這場眾所期待的夏日棒球場宴 將會在七月三十三十一號登場 在今天聯盟是特別邀請了 中信兄弟二軍投手教練王建民 以及林仲秋 羅敏青 黃忠義 另外還有馮盛賢等中職退役球星 來做宣傳 其中林仲秋回憶起兩千年的明星賽 他說因為廠商贊助啤酒 他喝了幾杯 沒有想到 在有點茫的情況之下 還拿下敲出帶打滿罐砲 讓他印象非常深刻 因為疫情停辦兩年的中華職棒明星對抗賽 今年重新回歸 聯盟邀請王建民 跟四位中職退役球星 林仲秋 羅敏青 黃忠義 馮盛賢 來為此宣傳 林仲秋透露兩千年的明星賽 在帶打滿罐砲 其實是酒後開轟 得點圈的打擊機會 這球掃到是中右外野方向 很深遠 我在右外野方向不會吧 全雷打 林仲秋說當年是因為廠商贊助啤酒 沒有先發的他因此喝了幾杯 我出嘴了 要怎樣 麵都麻煩了 你如果去打就撕下來了 我看是不是明星賽 就是跟大家給球迷看一看 結果上去打滿有錢的打 我拿到MV 我這次真的很難忘了 其實我不鼓勵先走喝酒 但是因為那時候明星賽 賽助廠商那麼熱情 我沒有喝的話 對不起廠商 明星賽娛樂性質之多 球員的心情相較輕鬆 也更願意嘗試挑戰 郭敏青說自己生涯到壘數不多 但2001年明星賽 他不僅到二壘還衝本壘 黃正銘接的 他可能想說我們不可能跑到本壘 因為打了17年19是到壘的 那應該還不錯 至於黃忠義跟馮盛賢 因為都是二壘手 有競爭關係 不過兩人都多次入選 東哥說想要受到觀眾的支持 方法很簡單 靠實力 靠實力 沒辦法 是 我沒辦法去套用這個 臉書的方式來去做一些轉達 我其實最有影響的就是董哥 董哥一直要贏他就對了 我不會是他 我投票已經要動員 要動員要贏他了 到最後我贏了五次 輸個三次 信不信 而這一次的分組方式 會是由林薇柱所領軍的明星隊 來對上林月萍所帶領的國家隊 大家喜歡看這個林靜凱 跟江坤與二遊的合體 我想這個也有機會 當然我不是總教練 我說這個也有機會 事實上也一定程度透過明星賽 備戰這個明年的這個經典賽 蔡奇商會長表示 球迷可以透過明星賽 來看看現階段 國家隊的大智雛行 也彌補今年因為疫情 未能出戰國際賽的遺憾 而這場夏日棒球盛宴也將在7月33 在台中中繼棒球場舉行 華誌新聞判決任林一文台北報導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